随着年龄增长 人的肾脏也会经历老化的过程 更应该及早采取预防措施 对维持肾脏健康非常重要 首先肾脏老化的主要表现是肾脏纤维化 肾脏中的纤维组织会逐渐增多 这会导致肾脏的结构和功能逐渐变差 最终导致肾功能下降与慢性肾脏病 慢性肾脏病进展 可以透过肌酸肝和肾脂球过滤率 也就是GFR来衡量 肾脂球过滤率GFR是评估肾脏功能重要指标 而肾脏老化也会导致肾脂球过滤率逐渐下降 慢性肾病分期从第一期到末期的第五期 通常在第三期后 也就是小于45分的肾脂球过滤率 患者通常会出现明显的肾功能减退症状 因此定期监测肾脂球过滤率 对于及早发现肾功能下降 非常重要 人在30岁到40岁之后 每年的肾脏的肾脂球过滤率 1%的速度 每年1%的速度 一直到70岁左右 大部分会流失到剩下60分到70分之间 然后从70岁以后 流失的速度会变快 但是各位不用担心 在70岁到90岁之间 基本上它对地流失 也流失到也会在60分以上 让我们正常人周期一辈子 不用遇到 需要我们讲的起胜的问题 饮食中的蛋白质就是适量就好 也不要大鱼大肉 然后暴鱼暴食这些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说尽量控制盐份的摄取 或者是我们就会讲说 不要使用加工食物 加工制品 我们尽量以吃这个 原型的食物为主这样子 那很重要是刚刚提到的水分 水分我们的建议就是 当然一定要适量的摄取 健康检查一般都会检验两个项目 一个是抽血 验血中的基酸肝 那目前临床上 已经可以用血中的基酸肝 搭配你的年纪跟性别 去换算出你现在的肾丝球过滤率 肾丝球过滤率 那我们刚刚说 正常人年轻的时候 大概是110到120左右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健康检查报告 肾丝球过滤率的数字来换算 如果肾丝球过滤率低于60 这通常表示肾功能 可能已经受到损害 需要进一步查原因 首先可以透过验血来评估肾功能 其次是检查尿域中是否含有蛋白质 如果尿蛋白含量超过正常值 而且数值越高 通常代表肾脏受损的程度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进行更详细的检查 来评估肾脏的具体状况 随着年纪增加 我们肾脏的这个功能单位 它就是会逐渐的减少 功能会衰退 那一般其实我们在30岁之后 我们肾功能就开始有 肾源数目就开始有减少的情形 那在40岁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功能上的改变 那每年我们的肾功能 开始会逐渐的下降 会逐渐的衰退 当然就是熟悉的慢性病 有高血压 糖尿病 痛风等等 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成药的服用 包括一些不迷来入的中药 都会造成我们肾脏功能 增加它的副割 造成在壳化 在老化 在这样壳化的情况下 提前肾脏爆销 尿蛋白也是肾脏变坏变老的 重要指标之一 医师提醒务必做好管理肾脏健康 延缓肾脏老化 定期健康检查 注意个人饮食和生活习惯等 保护肾脏功能 早期发现和治疗 对于防止病情 进一步恶化 至关重要 TVBS新闻 何嘉阳 廖广斌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